但是你如果真是沒有受實生涯 就有辦法翁姓道帥倫儀 所以不但有剛才說的林天博部 還有辦法翁姓道帥倫儀 我們是平衛高雄 高雄的紀錄世界 十方世界都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受實生涯界 那麼實生涯是菩薩界的基本 你今天要做一個幫助眾生的人 那你的新Q役不能去懷疑你去傷害的眾生 如果這樣做一步有辦法受菩薩界 所以我們以菩薩來受實生涯 希望精美來做 我們都變一個新Q役 對眾生好不去傷害眾生的 我們就要這樣做 我覺得高雄人過了很快樂 我才去出來看到 一個老婆帶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三個都在賣尖角 很小的 兩個包老婆煎好 生意很好這樣 這樣有快樂嗎 他只做三點鐘 就回去睡中午睡到晚上 這樣就很好過 不要探望 有夠贏就好了 我看他們的女兒和女兒都沒有結婚 這樣更快樂 就跟老婆這樣快樂 所以人就要這樣低促這樣就好 所以明天我們也來賣尖角 這樣就好 這樣過就好 不然你母那麼大間會痛 還要貸款 還要害怕死 這樣 所以你說 打拼收音比較要緊 對不對 村的一個拜上班 三天就好 村的都來收音 有夠營就好 比較不會人 人的貪心 讓我們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你把人家說 好啦好啦 賺兩萬就好 對我來收北冠材 你賺了一個什麼 師母 生兒子 結果我家超煩 所以你如果想的通 有就好 像我 我出家一頓每個月 你那幾個知道嗎 三千 沒有了 一開始八百 八百 還要去修改回來 三千 感覺不好 重新計劃 我只有八百 才能贏 還要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 感覺人生很踏實 不然呢 過去很浪費 很浪費 放一個袍就幾十千 所以 開支票 都不怕死 所以 現在 合佛了 我們師父說 不可以拿拔甲來 穿古的衣服 生活都 穿古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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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怕拔甲來補習 對不對 因為紀念要受傷 不能消極 天不怕拔甲來補習 來做神術 所以 自己 這麼簡單的歌 這樣就好了 所以 慢慢慢慢就改變 所以各位要念 第二就是 嫁失之材 知就是心外干枯 杀、材、材、金钱 我们常常保持不讨得 第三 最后祝福环境 就像各位教授 受百万债不饮用 所以不辞用 就受环境 第二 我骗人 对今天开始说老实话 好吗 用一个人要骗人 很不好 骗人 所以来说老实话 让大家都相信他 你不会骗人 第二 合合彼此不良舌 我们不要说彼此的数位 他们两个五位 就算这人真的对不起 你也不要去说他坏位 在对不起的人 我们放他来做好 在另外一个人说 我们要给他机会 合合彼此不良舌 各位现在的双基 好像不好 对不对 遏制 都说百万败 所以常常问 阿叔要选多少 你选合作就好了 双基港 团百万债 我们不用去投票 杜菲是 你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 你可以再算 他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你虽然选择这个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的供业 不是你支持他 所以各位现在我们要了解 不是说两个秦才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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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做好 所以再来善严安慰不恶口 把人做了不要也不能用 我们的习惯先不再说 先不再说 不再大声 念我都没什么 你不能做不好 你就要先改安慰 让他有机会改变 各位要用性习惯 好吗 问一下 我每一位去手 你看都没拿手 手回去吗 别了别了 你老公又没有离婚 算是这样 喝你很久了 所以各位 你的用性习惯 对方不好 我们也是要亲生世纪 这样说 说道理 因为我们自己的习惯 不欲求 做利益与不齐语 别说那种虚伪的 巴结 为了自己利益 怎样说说说 像心罗 为了巴结老闆 都说 好好好 只好你加身水 结果我嫁也没得超头 所以 这样就虚伪 前后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话 一定要对对方有帮助 而不要虚伪 再来心有三条 常怀舍心 我们常想说 要怎么帮助众生 我今天落底下的钱 就是要帮助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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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不然如果感冒要怎樣 你就這樣想你就補真感冒 你吃兩遍也不好 所以我們放些什麼東西都是為了要幫助對方的 不潛貪 或者吝嗇貪心 恆生馳迷 每天都說我要怎樣 原諒對方對方好 老母就是這樣 阻淫心 老母都不會放棄自己的子孫 所以不稱會 我們每天不要再用想器來處理事情 好不好 我現在痛煩惱的時候 這個人做不對 我跟他講我的兒子 叫我媽什麼事 明明他就不對 你還不可以跟他講 講下去他就去屁面 還給你害 很難處理 都不會參想的就對了 因為有些青尾心的不完事 很麻煩 所以這樣他就沒辦法受傷 再來 正信因果不邪見 除了什麼事情都不要怪別人 這是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參與 我們自己得到好的 也是我們做的成績 我們要把法律做更多的 會用的中心 所以沒有別人對不起我們 都是我們自己對不起自己 做什麼事情要真心研究 所以各位 我們這十條都要刺 好不好 不但這四人 而且呢 希望今未來生 都刺這十條的概率 不但這樣 我們希望我們的 驚 驚孫朋友 你都會給他影響 一直給他影響 這十條各位同學背起來 救護生命 不殺心 給師之才不偷盜 常修犯行 不邪淫 說誠實以不妄語 對今天常常背 好不好 背起來然後變成你的 你的生命 好 我們明天知道還有這個重要的 法律 明天知道有六個魯中菩薩 要替陶出家 所以我們就辦了台南麻豆 因為這個麻豆園區 也是屬於我們永久道場 所以呢 他就對它辦 你便來不 隨意公敵 所以 將來也正下出家的隱免 出家的要緊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主要有多少人出家 當然出家不是代表我 讀導中心 出家要訓練 對不對 要受傷 出家要如果沒有訓練 沒有受傷 沒有辦法改變 沒有辦法影響別人 出家人是其他人的魔幻 所以希望各位都來發揮這個願 說我 將來願做白人的魔幻 做白人的老俗 做白人的鬼鬼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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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在這裏 我已經是無奈 只要你習慣 只有你你這樣習慣 你這樣習慣 你自己不會對得到什麼都 在這世界的福祕 等於健康 一切候 一切完美 來世新天 翁新宮 世界最後生活 所以 有要緊嗎 很要緊 那一次有看到一四人都这样习惯 不得了啦 所以各位也要画一个圆 将来如果有隐瞒 向这来世 一定要出家好不好 好 今三月就好 买得好 放的也好 送给白人也好 你送给白人也是新旧白人出家 新旧自己出家 对不对 这个意思啦 所以明天就要隐瞒来参加 好不好 继续请假 没关系 但是这是好事 哇 随喜把人 有办法随喜参加 出家发挥 就正好我们出家的因 同胸共定 所以各位隐瞒要不够 你今天晚上可以 苦力苦力 整晚都不要睡 我心想出家 要心想出家 没关系 也会短期出家 当然如常出家 没办法 我妈上出家 要观察 视察模拟 丁丁 所以明天才会发挥 真书性 他们本来是告诉我 师父 九月十九 我 我刚才在外国 不然国立九月十九 也没关系 艺术就好了 明天才就是 鼓励吹 莲花生大事的加持 所以也是好理智 所以我们今天的工地 也都来回忧 明天才要出家 这四人都玩玩 好不好 不但没退转 又真的发破地心 出家人要出家 第一就要有一个出理心 你如果没出理心 你出家很艰苦 我就在想 那个男人很厉害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生也不错 你也很艰苦 很艰苦 不艰苦 很艰苦 很艰苦 第二 不可以要钱 出家就没钱 很艰苦 来跟黏金 我有红包 你也很害怕 所以出家的人 第一 就要感情愤 尤其越久也要出家 比较困难 离开他们 老公说 没关系 离开他们 嫌疑 离开他们 嫌疑 离开他们 女儿要结婚 你也要跟他管 天空头也要去参加 那这样你就没出家 心 心是说 出家就不错 有公共 但你放不下 没出理心 你没出家 也没真的出家 出理心是基本的 出家最主要是 有那个心 要立正心 那既然要立正心 我们才有出家 要有收行 要有内容 不但心求意 受善业 受人欢迎 持清静街 还有公合一切 还包含一个出鼻心 你如果没有公合一切 要尖叉就叉下去 这样 微信可以说 这样也不行 你要有符合 符合的道理 不是你的想法 有人是用自己的想法 在跟我说 这样也不行 这有符合的根骨 我们做一本经典 要怎么说 所以要怎么做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也要有 要沉入境中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出家人不简单 哇 十八般武艺 会穿 会跳 会坐 会讲 会笑 都要跳 我只要出家人 哇 这样麻烦了 但是这样很有意义 你不要也逢险 穿衫不好看也逢险 讲话拍天也逢险 想我妈的那种人 所以要出家 你就要 很有意思 哦 我知道 自己的心 固域一直 往往的境界去 去训练 所以这样有意思 没有了 有要出家吗 要想说 很爱很爱 但是没想到 可能 因为没搞 你这样想 你想想 你说我才不爱 你这样就没有福报了 所以各位 要有 统就要有这个 欢喜 各位 要做皇帝吗 他说不 当然现在都不 意思是说 出家是皇帝 是我们心的皇帝 对不对 一切法的皇帝 叫做法王 这样才有办 主宅 主宅 还有办法帮助众生 当然 你要做一个出家 要有皇帝 才有办法 你过去修金柱 不然你就没有影响力 公文都没有人要听 这样啦 所以你该有 世间的违离力和福报 甚至不过 有出世间的 犯的这种的影响力 这两种的世间 出世间都要弄弄 所以无论如何 都会打拼 所以 我们这样来 非向 出家的都弄弄 好吗 希望各位都可以出家 好几个人 你都变剃头 不要用男人来找我 不要用男人来找我 我们都出家 都出家 因为这个世间 只靠我们家的人 不想靠什么 现在这个社会 效果的人 越来越久 不要说有狗 其他的状态 都会打拼 没人 都没人 尤其我去 欧洲美国 那些狗庭都没人 都没人 没人 没人要去 没人要去 只好买买出去 在英国 三分之一的狗庭 都没有其他的状态 都买掉了 其他要做饭店餐厅 没人 难得有一个牧师 改做男人 他们男人没人要去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都信 现在中国都信仰 什么 手机电脑 年轻人 没有人要来 要来 亚洲基董 礼拜了 都离了 都离了 所以现在的末法是 所以我们尽快 接近 好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救命的鱼群 在海洋里 总有许多鱼 集结成庞大鱼群 集体来行动 这样做既能节省个别体力 也能抵御大型鱼类的进攻 海洋中潜水服麦克 手拿水底摄影机 拍摄着海洋里的景色 这时候 一大群的鱼群 从它前方不远处游过 真是太壮观了 在水下 真的能看到这么多的鱼群吗 当然了 这些景象 都是我在潜水的时候拍摄的 海底世界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你潜到海里 亲眼看一看这个景象了 没问题 一会儿我就带着你们进行潜水 不过你们潜水的时候 可不能伤害到海里的那些鱼哦 你放心吧 我们绝不会伤害那些鱼的 那我们可以带着食物去喂那些鱼吗 不行的 我们潜水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喂食它们 嗯 为什么啊 难道喂给它们食物 也会伤害到它们吗 是啊 喂它们食物 应该是不会伤害到它们才对呀 很多潜水的游客 出于对海洋鱼类的喜爱 投食给它们 结果会导致它们对人类的警惕性降低 变得极易捕捉 这样一来就让那些盗猎分子和渔民极其容易得手 从而降低它们的种群数量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我们还是静静的做一个观赏者就好了 没错 我们只是做一个观赏者就好 好了 你们一起跟我去准备一下吧 一会儿我就带着你们去潜水 太棒了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是啊 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这些水中美景的 说着它俩跟着潜水夫迈克一起走了出去 迈克带着两位游客在水中缓缓地行进着 周围是各式各样的鱼类 突然一大群鱼游远极近游了过来 哇 太美了 真是太壮观了 哎呀 它要做什么 它不是告诉我们不要靠近鱼群吗 怎么它自己却穿那里游了过去 怎么回事 它竟然在抓鱼 不一会儿 迈克将抓住的那条鱼又放了回去 那条鱼游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它很快便融入了鱼群中 迈克返回来后 又带着两位游客朝海面上游去 怎么样 海底的世界是不是非常棒非常美啊 没错 海底世界真是太漂亮了 不过有件事情 我感觉很奇怪 你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接近海里的鱼 那样会伤害到它们 可是你刚才 为什么却要去抓它们呢 是啊 你这样做 不也是伤害到了它们吗 我那并不是伤害它 而是在救它 你们没发现那条鱼游的特别慢吗 而且它游的姿势也很怪 哦 好像是啊 它一直在拼命的追着鱼群 可是却总是追不上 不过你捉住它之后 它游起来的速度就突然快了许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那条鱼身上缠上了鱼线 所以它游起来有些力不从心 幸好当时没有捕食的大型鱼 否则它很容易就成为了别的鱼的佳肴了 原来是这样啊 你是帮它把身上的鱼线给清理掉 没错 我们人类经常往大海里丢弃各式各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对于海洋动物可是致命的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从自己做起 爱护海洋 不要随手往海里丢垃圾 这样才不会造成海洋动物生命受威胁的 嗯 从那天起 接受过麦克帮助的那条鱼 竟然和它结下了友情 每当那条鱼看到麦克潜水时 总会游到它身边 麦克 你看真是太神奇了 那条小鱼不但丝毫不怕你 还跑到你身边游来游去 真是不可思议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这种情景我看到好多次了 麦克你和那条小鱼究竟有什么故事啊 哈哈哈哈 是我曾经帮助过这个小鱼了 只是没想到它竟然还记得我 而且每次看到我后 总往我身边游来游去不肯离去的 不可思议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条小鱼竟然还知道感恩呢 这件事情如果被报道出去 一定是会造成轰动的 其实我倒不希望它这样做 如果它认为人类都是善良的 每次见到人它都会主动跑过去的话 可是非常危险的 麦克你不要担心这个了 那条鱼可聪明着呢 它只亲近你一个人 哦 但有件事情我就感觉很奇怪 大家都穿着一样的潜水服 它是怎么认出你来的呢 可不是嘛 拍摄的时候我也想近距离的接触一下这个小鱼 谁知道我刚刚靠近它就游走了 它就只亲近麦克你一个人的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条小鱼还真的很了不起呢 麦克和小鱼的故事很快便在当地传开了 麦克也借着这个契机宣传保护海洋 爱护动物的理念 其实人类是可以和动物和平相处的 很多人认为海洋动物和我们人类无法沟通交流 可是你们看这条小鱼 只因为我的一次举手之劳 它就记住我了 由此可见海洋动物的情感和我们都是相通的 所以大家应该一起行动起来爱护海洋 爱护这些生活在海洋里的小精灵们 麦克你说的太好了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海洋里能危害到他们健康的垃圾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是潜水夫 为什么我们不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帮他们排除这些安全隐患呢 麦克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潜水去清理海里的垃圾吗 是的每年都有大量的海洋动物 因为误食了海里的那些垃圾而失去生命 尤其是那些塑胶制品 海龟会将塑胶袋误任食物来吞食 而海鸟则会把一些漂浮在水面上的塑胶碎片 当成小鱼吃掉 这些塑胶制品在动物体内无法消化和分解 误食后会引起胃部不适 行动异常生育繁殖能力下降 甚至死亡 可是我们每次潜水的费用可不便宜啊 和海洋动物的生命比起来 钱又有那么重要吗 没错麦克说的对 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护这些海洋动物 哈哈哈 谢谢您的认同 从那以后 麦克便和许多潜水夫 开始义务清理起了海洋垃圾 没过多久 海面上一艘船停在那里 麦克便和几位潜水夫上了船 他们脱下了潜水服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让我们上来了呀 是啊 我们今天才潜下去那么短的时间 就叫我们上来 我都还没有看到麦克的那条小鱼出现呢 就是嘛 要是那条小鱼今天没看到麦克一定会想它的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间 我刚刚接到汤姆船长的电话 他说有好几条鲨鱼朝我们这个方向游了过来 我怕你们在水里发生危险 所以才提前把你们叫上来的 蛇鱼 这片海域可是很少有鲨鱼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要是我们真的遇到鲨鱼 那可就危险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返航吧 谁呀 这是谁又跳进海里了 不会吧 如果鲨鱼来了的话 现在下海可是太危险了 我现在就去查一查 看看是谁下海了 刚才是谁又跳进海里了 没有人跳海啊 大家都在船上 可是刚才我们听到了扑通一声 好像是有人跳进海里了 没错我们也都听到了 听说有几条鲨鱼马上就要进入这片海域 现在下水可是非常危险的 真的没有人下水 刚才是一瓶润滑油掉落进海里了 没事的 原来只是一瓶油啊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返航吧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一瓶润滑油掉落到了海里啊 是啊 要知道 这些油对海洋动物的危害可是非常大的 我们必须得把那瓶油捞上来才行啊 麦克你可不能再下海了 刚才你不是还说现在下水很危险吗 是啊 只是掉下去了一瓶润滑油 而且还密封着呢 没事的 不会污染海洋的 怎么可能没事啊 如果这些油一旦泄露出来 那这片水域的海洋生物会死掉很多的 不行 我要赶快下去把它捞上来 要是真的外泄了可就晚了 麦克我和你一起下去吧 这样也有个照应 不用了 这片水域我非常熟悉 不会有事的 麦克你可要小心鲨鱼啊 放心好了 我在这片水域潜水了那么多年 还从来没看到过鲨鱼呢 我想那几条鲨鱼是不会游到这里来的 怎么找不到呢 它会掉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那里啊 太棒了终于找到了 麦克真是太冒险了 竟然真的就这么跳下去了 要是鲨鱼真来了的话 可就糟糕了 你们看好像有什么东西游了过来 是鲨鱼那是鲨鱼 鲨鱼朝我们这里游过来了 天啊鲨鱼真的来了 怎么办 麦克还在海里呢 怎么办 我们得救救麦克 不然它会有生命危险的 来不及了 鲨鱼已经游过来了 果然那群鲨鱼已经游到了麦克下潜的那片区域 此时麦克已经在水中找到了那瓶游 然后开始上浮 突然几条鲨鱼远远的游了过来 鲨鱼 鲨鱼真的来到了这片海域 我得冷静 不能轻举妄动 它们不会是到这片海域来捕食的吧 要是那样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就在鲨鱼距离麦克越来越近的时候 一大群小鱼游了过来 它们将麦克团团围住 就像为其套上了一层保护杖 真是好险啊 原来是它 它这是来报恩的吗 麦克继续缓缓地往上扶着 那群小鱼也一直包裹着它 最终麦克成功地浮出水面 那群鱼也游开 感谢你们海洋里的小精灵 今天要是没有你们 我就危险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